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条件几率 条件几率的定义 他说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我要求B事件发生的几率 条件几率跟古典几率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古典几率 比如说这是一个样本空间 这个样本空间里面有A跟B这两个事件 我如果说要求A事件发生的几率 按照我们古典几率的定义 这个A事件发生的几率 它应该是NA除以什么 NS 它的分母应该是所谓的样本空间 样本空间的个数 可是我们条件几率的定义 你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 他说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那很明显的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他其实他的分母应该 就是这个地方吧 我只要考虑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然后B事件发生的几率 因此他的分母并不是样本空间 他只要考虑什么 A事件就好了 NA 然后呢 中间这一块因为是A事件发生 而且B事件也发生 所以他的分母就是A交集 所以条件几率 他的分母呢 因为他说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的分母不是样本空间全部 只要是A事件的个数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我们从图形上来看 那当然如果说要从他的定义来看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 他说PBgebenA如果按照定义 他应该是在A事件发生的几率之下 B事件也发生 所以他是PA交集B 好 这个是从定义来看 那其实如果说你把这个性质呢 把它转换成五点几率的情况 好 这个PA交集B 他就是NA交集B除以NA 然后呢 这个PA呢 他是NA除以NS 好 如果你把这个NS约掉 其实我们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跟我们前面同图形上来看 他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OK 所以你从定义来看 或者是从图形上来看 他的定义 其实他的分母都不是样本空间全部 他只有A的个数 因为他问的是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 OK 好 那这个条件几率定义出来之后呢 我们 条件几率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 叫做条件几率的惩罚原理 我们这个PA交集B 定义这样子 那我如果说要求A跟B同时发生的几率 PA交集B 我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PA乘上 把它翻成中文的话 它是这样子 A跟B同时发生的几率 它就等于A事件发生的几率乘上 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这个叫做条件几率的惩罚原理 所以我们通常在做一些几率运算的时候 为什么它是用常的过程 因为为什么它是用惩罚 它其实它是条件几率的一个惩罚原理 OK 好 这个是条件几率的定义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定义所谓的独立事件 如果A跟B这两个事件呢 我们说不相关 不相关不是互斥喔 我们前面有提到所谓的互斥事件 那互斥事件呢 是PA交集B是空集合 就是零啦 PA交集B是零 就是A交集B是空集合 但是我们独立事件 我们这样定义 A跟B同时发生的几率呢 如果刚好就是PA乘上PB 那这个我们就称A跟B叫做独立事件 A跟B是独立事件 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这样看 我们如果说从这个条件几率的惩罚原理来看独立事件的话 我们看后面这一下 什么叫做独立事件呢 如果说A跟B是独立的话 那么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如果刚好就是PB的话 那这个A跟B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独立事件 OK 以上是我们条件几率跟独立事件的一个性质 好 再来我们看这个单元的最后一个性质 叫做A事定理 跟它的一些应用 要讲这个概念之前 其实同学可以看一下 黑板上面画的这三个图形 我们从古典几率 然后到条件几率 到现在的被试定理 它怎么来做一些区分 前面我们介绍古典几率的时候 大概就是求单一事件 比如说在这个样本空间里面 我要求A事件的几率 那按照古典几率的定义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图形 这个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条件几率呢 它的分母会做一些改变 因为我要求的是 在A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所以它的分母呢 变成A事件的个数 它就不是样本空间全部了 所以这个叫做条件几率 那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图形 那第三个图形呢 如果说这个情况再稍微复杂一点点 跟我们可能将来在学统计的分析呢 会有一点点关联 如果说你是品管人员 比如说工厂它生产了很多产品 那生产的这些产品里面 当然可能有一些是优良品啊 可能有一些是不良品 那你在做品管的时候 你找到了这个不良品 它是由哪一个生产线所产出来的 这个我们要去追查 所以我们的背式电影呢 有一点点它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那假设说呢 在这个样本空间里面呢 它有N个分割 比如说这个A1 A2 AN呢 它是分割 什么是分割呢 就是说它是互次的 这些样本呢 比如说这些集合呢 它都是互次的 这个叫做分割 因此呢我们要讨论背式电影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用塑形图来表示 因为就是一支一支的把它画出来 这样比较好区分 这样比较好区分 那要看背式电影之前呢 我们来看两个性质 比如说好这个A1 A2 A3... 这个是分割 那在这个分割里面呢 好比如说我要求这个B事件发生的几率 那求这个B事件发生的几率呢 我们从图形上来看 它应该就是把这几块把它加起来嘛 这一块 然后加这一块 再加这一块 好一直在推 把这些东西呢 一个一个加起来 所以第一块呢 它是A1交几B 这没问题 第二块是A2交几B A3交几B到AN交几B 我把B事件要发生的几率呢 把这些分割 它所占的部分 把它一个一个加起来 那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它这个过程要用成的 为什么它要用成法 它其实就是条件几率的成法原理 好比如说我要算这个PA1交几B 它应该是在这个A1发生的情况之下 因为A1它是一个分割嘛 比如说它是一个生产线 A1生产线 A2生产线 它是一个分割 所以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PA1乘上PB P的A1 在A1发生的情况之下 乘上 在A1发生的情况之下 B事件发生的几率 这个就是PA1交几率 这个就是PA1交几率 按照我们条件几率的成法原理 好 同理呢 这个呢 是在A2发生的几率 乘上 在A2发生的几率 的情况之下B事件发生的几率 然后一直在归 这边我把它省着掉 就是最后这一个 这个是我要算 在这些分割里面 我要算某一个事件发生的几率 它的一些求法 那等一下我们会举例子来说明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些符号 当然既这些符号会很麻烦 可是我们用塑形符来表示的时候 同学应该就可以比较清楚的去发现说 这个我要求B事件发生的几率 应该是很简单的 OK 好 那什么叫做被试定义呢 我们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他说 在这个B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我要求某一个分割发生的几率 比如说 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我们这家工厂 这家公司呢 它有很多生产线 那它生产的东西呢 可能有些是良品 有些是不良品 那它生产完之后 品管人员 他在做品管的时候 他发现 我找到了这个不良品 或者说抽样的时候 找到不良品 这个不良品 它是从哪一个生产线所找到的 或者说它生产出来的 这个我们可能就要去追查 那这个比例呢 我们其实可以去回推 哪一家生产 就是哪一个生产线 它生产的东西 是比较容易产生 比如说不良品的 这个就是贝斯电影 好 所以这个PAI given B 如果按照我们条件纪律来看的话 这个当然就是 PB分支 PAI 然后交集定 OK 比如说我今天要求 PAI given B 在D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 它由A1这个分更所产生的几率 那它应该就是PB分支 那它应该就是PB分支 PAI 交集定 OK 好 那这个性质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贝斯电影 OK 好 最后我们看两个名词的介绍 什么叫做主观几率 什么叫做客观几率 那事实上这两个大概就是一些名词概念而已 同学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讲义上面的一些文字上的介绍 那其实大概不明示意啦 主观跟客观 我想从我们中文上面的字译呢 主观大概就是凭一时的感觉 这个叫做主观 我可能我没有去调查 我也没有统计的数字 那比如说我看到阴天 那人家问我说 我看到阴天了 然后说你觉得会不会下雨 我说会喔 可能会下雨 这个下雨的几率可能0.8 这个就叫做主观几率 我可能没有调查 也没有资料 也没有去统计 然后就凭自己的感觉 讲出来的一个数字 这个就叫做主观几率 OK 好 那什么是客观几率呢 其实它大概是经过多次的统计 它是一个累积出来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 像大联盟的选手 那他可能在大联盟里面打球打了很多年 那他的打击率 可能比如说他有对直球的打击率 曲球 滑球的打击率 那这些呢 他大概都有一些统计的数字 那像这些几率呢 我们就称他叫做客观几率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个条件几率跟独立事件的一个综合应用 嗯 题目他说 假设某人呢 要把笔电 然后接上传输线之后呢 要把它投影到所谓的投影机 那如果说传输线跟投影机呢 其中有一个坏掉 或者是两者都坏掉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正常投影 然后呢 传输线故障的几率呢 是0.1 投影机故障的几率是0.05 好 题目他要求 连接之后呢 无法正常投影的情况之下 然后传输线没有故障 好 假设我把无法正常投影的事件 叫做A事件 然后传输线没有故障的事件 叫做B事件的话 好 那我们要求的应该就是 PB even A 在无法正常投影的情况之下 传输线没有故障的几率 好 这个就是条件几率 那按照我们的定义呢 他应该就是 PA分之 PA交几D 好 所以只要我把这两个求出来 应该就可以求出 我们所要求的这个答案 好 那题目给了这两个条件 我们把它用文字组来看一下 他说 传输线故障的几率呢 是0.1 然后投影机故障的几率呢 是0.05 当然有可能他是两者都会故障 所以我们如果说 看这个A的话 PA PA是 题目他讲说 如果其中有一个故障 或者两者都故障 所以 这个PA呢 他应该是0.1 可能其中一个故障 那以这个图形来讲的话 他当然包含这个中间的状况 中间这个状况 中间这个状况是两者都是坏掉的 那 不过他题目有给一个条件 他要说 这个传输线故障跟投影机故障的事件呢 他是互相独立的 故障与否是独立的 所以呢 如果是独立事件的话 那这个交集 应该就是把这两个几率相乘 比如说 PA交集B 就等于PA乘上PB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扣掉 0.1乘上0.05 传输线故障 跟投影机故障与否是独立的 OK 好 那这个PA算出来呢 是0.145 0.145 好 分母算出来了 那我要求这个PA交集B PA交集B 那PA交集B是什么情况呢 他说 如果说按照我们一开始的假设 我们说A呢 是无法正常投影 然后呢 B呢 是传输线没有故障 那这个A交集B就是 它没有办法正常投影 但是传输线没有故障 那如果是传输线没有故障的话 那是什么故障 应该就是投影机故障 所以这个PA交集B呢 它应该就是投影机故障 好 所以投影机故障 好 我们用这个投影机故障 是0.05 可是这个投影机故障呢 中间这个地方 它是 投影机故障 而且传输线故障 我要把那个 传输线故障的情况把它排除掉 所以要扣掉 0.1乘上0.05 好 那我把这个算出来 0.05 扣掉 0.005 所以这个是0.04 那我把这两个 再进去 我就可以求出 我们这个 题目要求的答案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个 条件几率的一个应用 这个性子叫做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 台湾话有一句话讲说 先抽先赢 先抽先赢 那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办例 它说有一个百货公司呢 它周年庆 它推出一些促销活动 如果你消费满1万块 那你就可以参加抽奖 那这个抽奖活动呢 它总共有10个福袋 然后呢 中奖的福袋呢 有两个 那当然如果说 以百货公司来讲 它的营业有那么大的话 它可能 这个活动它应该又是更大的 比如说 它的福袋可能有那种大奖 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抽奖活动 那 他说 排在第三位的顾客呢 他中奖的几率 假设说 先抽先贏 那先抽先贏的话 那会不会说 第一个中奖的几率比较高 第二个中奖次高 第三个就不会中奖 应该不会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喔 好 第一个人 因为 可能有消费的顺序嘛 那第一个人 比如说排在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中奖的几率 好 因为他都还没有 就是他第一个 然后都还没有抽完嘛 都还没有抽掉嘛 所以 十个福袋里面 中奖的有两个 那换句话说 第一个人中奖的几率 应该就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十分之二 好 所以他应该是五分之一嘛 那以这个抽奖来讲的话 他抽完之后 他一定不会把这个福袋 再放回去嘛 所以应该是取后 不放回的情况 他不会再放回去 他抽中了就抽中了 不管他有没有中奖 他就拿走了 所以 第二个中奖的几率呢 有可能 第一个中奖 对不对 那第二个也有可能中奖 好 我们现在要算中奖的几率嘛 所以 第二个中奖的几率呢 他应该是 好 假设第一个中奖的 第一个中奖是十分之二啊 那少了一个之后呢 这是第一个中 第一个中奖的 第二个中奖的几率呢 第二个下九分之一 第一个中奖的 letzte 這個是沒中 然後呢 它中獎的就是九分之二 那我們如果把這個乘起來的話 應該分母就是九十 然後這邊十六十八 如果把它除一除 應該還是多少 應該還是五分之一 所以第一個人中獎的機率五分之一 第二個人中獎的機率呢 應該還是五分之一 這個叫公平原則 那如果你按照這樣的性質 來考慮我第三個人中獎的機率呢 第三個人 因為題目要求排在第三位 第三人中獎的機率 應該還是多少 應該還是五分之一 那同學可以試看看列這個式子喔 因為你看喔 第三個人要抽獎的時候 可能第一個有中獎 第二個沒有中獎 那第三個人才有可能中獎 或者說第一個沒中 第二個中 第三個中 或者第一個第二個都沒中 然後第三個中 因為我們要算的是它中獎的機率 好同學可以試看看列這個式子 然後驗算一下 看它是不是符合所謂的公平原則 答案都是五分之一 OK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個獨立事件的一個範例 他說有兩個刑警 假跟乙 那他們在辦案的時候呢 假破案的機率呢 是五分之四 以破案的機率呢 是三分之二 然後題目給了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他說 這兩個人破案的事件呢 是獨立事件 好 那按照我們獨立事件的定義 假跟乙破案的事件 是獨立事件的話 那麼 假跟乙同時破案的機率 應該就是用假破案的機率 乘上乙破案的機率 好 這是我們在前面提到 獨立事件的一個定義 好 不過這個題目呢 同學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 如果兩個人破案的事件 是獨立事件的話 那沒有破案的事件 會不會是獨立事件 好 我們要解這個題目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性質 那答案是肯定的 我們稍微簡單的 證明一下這個性質好了 比如說 這個假扮案代表 假沒有破案 假沒有破案跟乙破案 這兩個事件 它會不會是獨立事件 如果它是獨立事件的話 我要能夠證明說 它應該就是 假沒有破案 乘上乙破案 這個是我要證明的 這個是我要證明的 我要證明它有沒有成立 好 那其實我們可以簡單用一個 文釋圖來看 這個是假破案的事件 這個是乙破案的事件 那如果假沒有破案 乙破案呢 它應該是這一塊 假沒有破案 假破案是這個地方 那假沒有破案 它應該就是外面 那乙破案呢 乙破案就是這個部分 所以假沒有破案 而且乙破案 它應該就是這一塊 那如果說按照文式圖的話 你看這個情況應該是什麼 它應該是用P引 扣掉P甲交集引 好 所以呢 這個是P引 減掉 甲跟引它是獨引 所以它應該就是P甲 乘上P引 好 我把它提出來 裡面變成E減掉P甲 我用全部擴掉假破案的那個機率 這個應該就是假沒有破案的機率 所以它應該就變成P 乘上P甲 OK 所以這樣我就可以證明出來說 如果假跟乙他們破案的事件是獨立事件的話 那任何一個人沒有破案 他們的事件也是獨立事件 好這個性質呢 同學在這個題目呢 我們會用到 那這個性質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記住 前面的重點 我們也有提到這樣的一個性質 所以這個題目它說 今天假以兩個人呢 來破這個案 然後呢 假以兩個人在同時辦案的時候呢 只有一個人破案 如果說它只有一個人破案的話 那應該就是假破案 或者是乙破案 所以它應該是P甲連擊乙 假破案或者乙沒有破案 然後乙破案 假跟乙只有一個人破案 只有一個人破案 所以它應該是假破案的 然後乙沒有破案 或者是假沒有破案 乙破案的 好那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性質呢 比如說假破案呢 它是因為這兩個可以把它變成獨立事件吧 所以它假破案是五分之四 那乙破案呢 是三分之二 所以它沒有破案 應該就是三分之一 然後加上 假沒有破案 假破案是五分之四 所以沒有破案是五分之一 然後乙破案呢 是三分之二 這樣我們把它加起來 這個是十五分之六 所以它應該是五分之二 只有一個人破案的幾率 只有一個人破案的幾率 應該就是五分之二 OK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個 貝斯電理的一個應用 它說有一個品牌的手機呢 它由AB兩家廠商來生產 那A廠商呢 生產百分之四十 B廠商生產百分之六十 然後呢 A廠商生產的手機裡面呢 電池可以正常使用的 電池正常使用超過一年的 有百分之九十 那不正常使用超過一年的 百分之十 那同理喔 B廠商生產的電池可以正常使用超過一年的 百分之七十五 那不正常的百分之二十五 好 那我們剛剛講貝斯電理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用文式圖來看嘛 那我們把那個A1 A2 AN 當作分割 然後如果說你畫圖形的話 大概就要這樣子把它切割 那我們講說這些分割呢 其實我們可以利用數型圖來做一些代替 因為當我用數型圖把它分開的時候 我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的比較出來說 A跟B它發生的情況到底是如何 這個是我們利用數型圖 在解貝斯電理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OK 好 那這個題目它要求什麼呢 它說 在電池可以正常使用超過一年的情況之下 它是由A廠商所生產的機率是多少 那如果說按照我們剛剛條件機率的定義 或者是貝斯電理的概念的話 這個 比如說好 這個是正常使用超過一年的機率 分支 分支 這兩個把它交集起來 就是A交集正常使用的機率 好 你要處理這個符號當然就是條件機率的定義 好 那正常使用超過一年 我們從這個數型圖呢 大概可以很清楚的得到 你可以正常使用 有可能它是由A廠商生產的 有可能它是B廠商生產的 因此呢 這個分母的部分 正常使用的應該就是 十分之四乘上十分之九 這個是正常使用的 那B廠商生產的呢 應該是十分之六乘上一百分之七十 好 那由A廠商生產的 應該就是上面這個部分 所以它應該就是十分之四乘上十分之九 好 那我們把這個數據呢 做一些化解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是我們利用數型圖 來處理A4病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OK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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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